大家好,歡迎收看今節的天氣節目 我是岑易林 受到高空反氣旋的影響下 今天依然都是又曬又熱 首先,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廣東沿岸今日的雲量依然都是非常稀小 所以在下午游為廣望出去 都看到不少的藍天和陽光 在陽光充沛下 香港很多地方的最高氣溫都上到34度或者以上 而我們預期,高空反氣旋會在接下來幾天 依然影響著我們,為華南帶來一些酷熱的天氣 所以今晚去到明天,詳細的天氣預測會是 大節天晴,明天局部地區會有趙雨 最低的氣溫大概去到29度 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溫會上到34度 新界會再高2、3度 風方面是吹輕微至和緩的偏南風 而亦都在這裡提提大家 酷熱天氣警告現證生效 大家就要做好防暑防曬的措施 而同時,由衛星雲圖我們看到 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有一個對流雲團 這個對流雲團是跟一個低壓區相關的 我們預期,這個低壓區有機會 接近周末到下週初的時候 會移入南海的東北部和逐漸發展 所以由雨報圖我們都看到 這些藍綠色的雨區有機會 到下週初至中期 逐漸跨近元朗地區 為我們帶來一些不穩定的天氣 所以展望方面,我們預期 這個星期餘下的時間 到星期日依然持續酷熱 週末期間會有幾陣罩雨 到下週初,天氣會變得不穩定 以及風勢會較大 多謝大家收看今節的天氣節目 再見